大家好,Alex時間 今天做甚麼呢? 今天教炒飯 真的炒飯,不是那種 今天示範最短時間炒飯 怎樣做呢?很簡單 首先要有洋蔥 洋蔥 洋蔥一個 洋蔥半個,不用半個 我省著吃 切三分之一 一個one man band 自己即時教位 洋蔥一個 四分一個就夠了 一個洋蔥很大 四分一個洋蔥 其他用剩的就包住 一個人住一個人吃 一切都是省健一點 切洋蔥 大家都知道 這樣就求奇 炒飯是必須要有洋蔥的 這是我炒飯的秘方 大家雖然見不到 不要緊要聽到一把聲 可以了 簡單單單先撕掉外皮 哈哈 這是我炒飯的秘方 地方剪窄 自己看著你 不要切手指 要不然要連兩針 有些人很怕吃洋蔥的 OK 有些人很怕吃洋蔥 很怕吃生洋蔥的 我就不怕的 通常來說我炒飯是放很多洋蔥 當然 由於有些人怕吃洋蔥 所以就炒熟一點 我們這些就 求鬼奇 沒有所謂 但洋蔥炒熟就很甜 洋蔥不夠熟就 辣辣的 OK 第二件事 預備 炒飯要大量的蔥 這件事我媽教我的 大量的蔥 台灣的蔥很厲害 台灣的蔥 買了一把蔥 整個星期還生歐歐 很堅挺 所以今天也要吃完 最後一棵蔥 我先頭買蔥 很怕台灣買蔥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大宅 香港買蔥 有時候買菜有蔥菜 香港 就算香港買蔥也很便宜 但這裡買蔥 比較貴 不是比較貴 只是銀碼大一點 OK 外面那一層就撕掉 OK 切一點 大家其實都是專家 我只是吹吹水 拍片和大家開玩笑 你們怎會不會炒飯 我家裡的蔥刀 真的用到人很生氣 OK 索羅坊 正一點 媽人牌大一點 哈哈 我教我炒飯 要用大量的蔥 蔥一定要多 那 葱白就還分開切 對蔥白就難熟一點 阿 放一半, 沖白要早些放下 那麵片就一鏡過了, 不分鏡了 免得分鏡很麻煩 炒飯就這麽簡單, 首先開火 好, 相當正的直家鑊鏟, 不怕熱 鑊要紅, 燒紅色鑊就下油 這些舊油就盡快吃光, 不吃就要倒 就好了 而結鑊的好處就是不用加太多油 今天炒什麽飯呢? 好, 煙肉 把盒子裝開, 煙肉炒飯 煙肉其實也有很多油份 不用用光, 用一半 好, 先爆一下煙肉 再倒些洋蔥 收小火 下蔥白 好, 洋蔥炒熟 另外呢, 熟蝦 其實應該用生蝦的 藥乾 下蔥 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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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熟成熟成熟 field 火 肉 放入 放入 盐 拉攪止 用 廚房 鱸鱸 中火 好,完成了 這是阿力士炒飯,雞蛋、蝦仁、煙肉炒飯。